动作是什么 那么我们知道呢 特征组在经过了漏夜的这样子一个 包括了鸡鸭亭等等的进行之后 几乎是人养马翻 不过在刚刚有一个最新的记者会 那么记者会当中 大家也问到一个非常关键的大在问 就是接下来会不会就讯吴淑珍 那么接下来呢 包括了陈志忠夫妻 会不会来被进行约谈 那么对于这点呢 特征组都说要看到证据是到哪里 那么我们来看到证据到哪里呢 在这当中就可以看到了 他呢在这整个的征讯过程当中 也扯到了接下来 可能会有案情的发展 就直接倒向了吴淑珍 其实在昨天非常共要关键的内容当中 他几乎把所有的问题 都是说推给吴淑珍 他本身不知情 那么另一方面 如果说监方拿出了攻防 被妥证据之后呢 他才进行这样子一个揭末权 不过比较重要的 您可以看到在孤晨远的这个部分 所谓四溢的这个部分呢 那么陈水扁说这是政治现金 那么至于公众量的这个部分 他则是否认 他说他没有见过孤仲良 从票证组到深压庭 陈谦总统只回应四个有力自己的问题 不使用手扶着受伤的右手臂 深压庭在11号晚间8点召开 但当时陈谦总统 喊被罚警打 马上送往台大医院验伤 晚间11点才回到深压庭 一度要求要上厕所 被带进后省市的囚牢中如厕 凌晨0点陈谦总统庭上展开自己的无罪辩驳 直到凌晨3点两个多小时的独白中 有三分之一都在骂马英九总统 最后深压庭决定休息10分钟 之后是检察官的论述 特征阻于深压庭上 当陈谦总统被问到南港展览馆开发仪式 陈谦总统就推给妻子吴淑珍 说自己不知道保持坚默 另外竹科龙坛开发案 估奇云四亿现金该怎么回答 陈谦总统说四亿是政治现金 甚至还说没有见过估重量 选择性的坚默权 从特征组用到台北地院 再加上指控罚金打人 加强悲情诉求 不过这一切的招数 似乎没有改变收押的结果 中立新闻张鸿燊许培金 台北采访报导